百达菲利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得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呛 本公司买屋卖屋及贷款为您量身才一把准时机 买得低 卖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 省心 梦里笑 精算此买屋卖屋及贷款一步到位 买卖趁心 贷款开心 真可谓贷款做得好 全凭数学脑 买屋卖屋庙 精算子出奇招 惠敏博士 别于金华 Duke G-Stamper 电脑神算 过目不忘 享誉加州 请速电510-353-0855 或上网www.gingerlong.com查询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歇谷华人电台 我是主持人周乐 今天是2023年周四 5月18号 是的 就像刚才的广告里面提到 要贷款 要买卖 房地产 就找金算子惠敏博士 现在本尊就坐在我的面前 惠敏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突然发现518很好的日子 518 当然咯 我也是代表你我 当然更包括的是听众朋友 好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要就着现在5月份 2023年这个湾区房地产市场 的最新动态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并且也会跟大家提到贷款市场的现状 还有一些建议 同时如果买方要买到心仪的房子 现在是大好的时机 为什么 那惠敏就来跟大家举例说明 首先请介绍Single Family Home 它的中价位 湾区市场的最新动态 好吗 好好好 我们先从南湾开始讲解 好不好 南湾我们搞几个代表城市 什么南湾城市特别多了 什么Santa Clara Sunnyville 大家都华人都不喜欢买的 然后San Jose Mountainville Cupertino Saltoga Palato OK 从低到高 反正中价位咱们都讲一下 是 然后你看咱们先比较两个数据 一个是跟去年比 去年同期 去年同期 去年四月份和今年四月份 这是最新动态 因为五月份 四月份的刚刚出来 这是最新的嘛 五月份还没完嘛 对吧 好 我们就去年四月和今年四月比 去年四月Santa Clara 当时的中等价位的房子 卖掉是1.91 现在是1.74 下降了9% 下降了其实还不多 还没到两个位数 今年四月份跟 但是这个月 四月份跟三月份比 同时比三月份 中等价位是1.6 四月份是1.74 还涨了9% 因为它房屋 毕竟别人还是需求的 而且这个Santa Clara 是交通房 没什么学区 但是方便到哪 四通八达嘛 所以涨了9% 大公司的集中地 对了 Santa Clara 然后我们讲Sonyville Sonyville这个城市很怪 它要不然就打起 要不然就打敷 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一看到Sonyville涨 我就害怕 因为一涨呢 它涨很多 然后呢 还拼命加价 拼命加价 它贷款做不出来 过几 我记得第一个大涨幅 是18年 涨的到1920 整整两年 做不了它的贷款 一看 哇 19年当时还没有Covid 我一看我都伤心 我说 哎呦 我放20%当的人 我说现在基本上 20都没了 因为有人加钱 加风了嘛 对 所以Sonyville这个城市 很怪 它不管什么时候 它真是大气账夫 你看我去年 四月份跟今年的 四月份比下来 去年是2.64 你现在都觉得 Sonyville很贵了 但去年四月份更贵 现在平均是2.25 你看降了15% 哇 那那个时候 加价 动不动就加一个 小房子的价 加了个50万 到70万之间的人 现在 哎 是不是该哭了 所以我从来都跟你讲 别人加价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加 然后一个房子放在那地方 当时假如说 你看得好 别人一看得都不错 你就勇敢的给一个offer 你就给你自己 心里比较舒服的 一个价位 给 如果一个星 当时假如说 Deadline due Due的今天 它过了两天 没卖掉 下个星期砍 我们就这么干 基本上这个策略都是对的 如果你看得好 你觉得 哎呀我想出 但是我想出个什么价位呢 即使你说 哎呦 那我要不要等等 或者要加 我说你先不要加 试试看 如果你要觉得 affordable这个价格 确实 一看就是个诱人的价格 或者一看就是一个钓鱼价 那当然要出了 比如说我今天就会讲到一个例子 一个钓鱼价 结果那个钓鱼价 哎 我们那个鱼真的被我们钓得好开心 它没钓扰我 结果我把它给吃掉了 这个房子 钓鱼价该怎么钓 这也是个问题 我们等待听 举例说明 好 三月份 去年三月份 你看 Sonyville 去年三月份和今年三月份 就三月份和四月份 今年啊 就三月份和四月份比 三月份的平均价格 2.355 你看四月份 2.25 那还减下了4% 这是Sonyville 看看Mountainville Mountainville这个城市 今年简直是一个奇迹啊 去年四月和今年四月 几乎一分钱没变 去年四月的平均售价 2.81 今年四月份的平均售价 2.81 零 没有change 然后呢 今年三月和四月 四月三月 2.7 四月2.8 还涨了4% Mountainville 所以这个价格 我就觉得 我是客人的话 我不建议你 我就不去买Mountainville了 因为你看 你给便宜没占着嘛 对不对 那我 以其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去转战Cupertino呢 因为Cupertino 跟Mountainville 你知道现在平均售价差多少 差两万块 Cupertino 四月份的平均售价 2.83 然后去年四月份 是3.05 降了7% 然后Cupertino呢 去三月份 是2.75 现在是2.83 涨了3% 可是Mountainville的地的 requirement是比较大的 是8千尺 大了一些 但是Cupertino 就这么说吧 Cupertino6千尺 相当于Mountainville的8千尺 就基本上这样子 就说你地大一点点 但是那个房子的 肯定是差不多的情况下 就价格一样的话 就地差了2千尺而已 但是Cupertino 毕竟好学区啊 到哪都方便啊 还是传统一讲 哦 总觉得Cupertino一听 好像比Mountainville 高级 高达那么一点 好 然后再讲了Saritoga Saritoga这个城市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Covid 一下子 哇 高大上起来了 因为地大嘛 地有大了很多 那个区相对来说 又是 又是优雅了很多 对吧 漂亮很多 所以Saritoga 2020年降了 2020年 基本上在那个 疫苗出来之前 是价格挖地 去年 二月份突然涨了 哇 涨的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平均价格是3.98 现在是3.09 降了多少 百分之二十二 这么多 对 因为怎么 四分之一 太多了 然后三月份呢 平均是3.45 现在呢 3.09 因为现在 Polato的房子 各种各样的类型 大房子 小房子 出来很多 所以呢 Polato毕竟 就三月份 四月份和三月份 比又降了10% 但是Polato 还是 如果一个价格 Polato就这样 五千尺的地 相当于 差不多 Cupertino 六千到八千尺的地 的样子 就这样 但是Polato 分区太多了 分十三个区 是 所以那oldPolato 是天下最贵最贵的地方 寸土寸金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Cresson Park 那个附近 Cresson Park 不如oldPolato oldPolato 那更 吓死 就 你看有一个房子 是Steve Jobs家 对面的 Steve Jobs家 不是2101 Vivley吗 天下人都知道的地方 然后去年有个房子 去年7月6号 一个房子出来 才一万一千尺的地 房子 五千五百尺 你说这个房子卖了多少钱 当天就给人拿走了 Cash拿走 猜猜 猜不了啊 你猜 随便给我猜 哎呀 猜不了猜不了 也就是14年的房子 你猜一下猜一下 随便给我一个数据 让我开心 八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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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 再加 那就听你说了 两千八百五十万 哦妈呀 当天走掉 我说这个房子 多了两千万 多这个房子 是金子造的吗 你就知道 歐的跑老头 他确实 你一到那个社区 你一去看 感觉不同意 太不一样了 他那个整个 那个感觉 你一下子觉得 不要以为 跑老头是小黑屋啊 你到了歐的跑老头 那绝对不是小黑屋 所以人家就不搬嘛 只搬进 不搬出来 对对对 然后 跑老头 今年三月份和四月份比 降了百分之十 四月份你看现在三点零九 三月份还是三点四五 因为现在英文通越来越多 所以呢 我觉得要到六月份开始 到九月份还有机会 因为房子会出来 很多选择大中小 原来你根本见不到 两个命令以下的 现在你看到 哎呀 三个命令以下见不到 现在是两点五 两个命令 每个星期都有出来一堆 但是房子一旦超过了 四个命令 很难卖了 不管是哪个地方 3OC呢 我们快快的到了 节省时间 然后我们四月份的时候 和三月份 就去年四月份 今年四月份下降了14% 现在平均价格是1.51% 去年是1.75% 下降了14% 三月份和四月份比呢 增加了百分之 四月份和三月份比 增加了百分之三 现在是1.51% 三月份是1.47% 然后我们再讲讲中半岛 中半岛 大家都知道 散卡洛斯是最好的地方吧 是是 但去年散卡洛斯 去年四月份散卡洛斯 高的惊人3.33% 现在只有2.2% 降了多少 33% 哎呦 哎呦 真的是 现在是惊叹不也 三月份2.25% 现在2.2% 降了百分之二 不要嘛 降了不多 因为去年 它平均价格在2.6% 今年是2.4% 所以降了百分之八 然后跟三月份比呢 三月份2.3% 现在2.4% 还涨了百分之一 我们再讲讲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去年四月份 是2.05% 平均价格 Single Family 今年是1.59% 降了百分之23% 也是哇 超过20了 然后呢 三月份和四月份比呢 又降了百分之六 现在是1.59% 三月份是1.695% 这样看起来 Average来讲啊 今年跟去年同期 大部分都是下降的 全都是降的 除了Mountain View 所以这是个很奇葩的地方 零一点都没降 是是是 哎呀好 那再讲到 扩展到东湾 还有三股地带呢 哎 东湾最有代表的 就是Fremont Fremont去年的 这个时候 四月份是1.78% 现在是1.465% 总等价位 降了百分之十八 然后和三月份比呢 三月份是1.52% 现在是1.46% 又降了百分之四 然后Newark 也是一个比较 有典型的东湾的一个城市 去年是1.47% 现在就1.25% 20% 所以降了百分之十八 是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 去年你看我 大呼小气 我天天大会小会上 哎呀 每次往台我就说 不要买东湾 不要买东湾 是不是我太英明了 现在一想 你要现在吧 你开心死了 对 对对 然后去年三月份 是1.14% 今年就是Newark 三月份是 今年三月份1.14% 现在是1.20% 降了百分之五 因为毕竟它很便宜嘛 然后Sanromant 哎呀 也是降了好多啊 去年四月份 平均2.07% 现在1.71% 降了百分之十七 然后三月份呢 是1.79% 现在是1.71% 降了百分之四 Present也降了百分之三 去年同期啊 是2.02% 现在是1.76% 降了百分之十三 然后三月 三月份和四月份 比又降了百分之五 现在1.76% 那时候1.85% 是 好 总结 今年四月跟去年四月 比起来 房价都是从下降 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三十三 就这几个代表性成事 这个大幅 除了Mountain View之外 哎呀 真的是 这个可见得 有一些好区啊 现在下跌的这种 它的potential 要上涨 还是很大的 对对对 特别是跑老头嘛 是 跑老头绝对是个价格挖地 好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听一下 卖家啊 通常会告诉我们 1月到5月是卖家的市场 但是现在基本上 已经到尾声了 现在卖来不及了 除非你必须得卖 你就 有刚性需求要卖的人 那你就没办法 你就放了 不然的话呢 其实说实在的 如果你真不卖的话 你把它出租出去 如果价格的比较低 当时做了个三十年固定 所以超低的话 你发现没发现 湾区差不多任何一个房子 每十年基本上翻个50%到100% 这是最好的一个 湾区要是假 说真的要是想通了这点的话 湾区的房子叫买进持有 打死不买 你绝对富有 对啊 所以你说那些大富翁 他都是地主或房主 后的好多年 那第一代的老乔 到这边来 六七十年的人 那真的是 他什么都不做 现在躺平的 招待朋友去周游世界 对 买进去有打死不卖吧 是 好 今天访问的嘉宾是惠敏博士 给我们concentrate 讲到房地产的近况 以及买家 卖家该注意的事项 这个是跟时机有关系的 现在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资深保险理财顾问Amanda Wu 分享银行危机发生后 存钱观念的改变 并讲解如何利用定存利率 获得更多养老金的福利 全美亚裔总商会 及国际领袖基金会 CEO董介玲女士 分享有关亚裔企业的重要议题 并讲解其如何在COVID之后 让亚裔企业再度崛起 5月20、21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的 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 皮子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 史坦福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 免疫 校船 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 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节诚服务 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 408-286-1707 286-1707 细股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 请勤奉上 233 Park Lane Asiton 1.31英亩 讲高奢定制生活 六房八全域 三半域 14200平方英尺 要价4990万 1932 Emerson Street Pala Auto 经典情怀 融合美丽生活 六房六域 5310平方英尺 占地10000平方英尺 要价1165万 详情请致电 德利昂 650-785-5822 650-785-5822 投资者请注意 Zone Property Investment Club 汇聚了房地产业界的 专业人士 为您分析市场 并为高需求地区 提供限时优惠 欢迎参加5月20号 从Cupertino出发的 第一个投资考察巴士团 报名650-899-9663 650-899-9663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不到 本公司买屋 买屋及贷款 为您量身才一法准时机 买得低 卖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 省心 梦里笑 精算子买屋 卖屋及贷款 一步到位 买卖趁心 贷款开心 真可为贷款做得好 全凭数学脑 买屋 卖屋 精算子出奇招 惠敏博士 毕与清华 Duke及Stamper 电脑神算 过目 望想欲加州 请速电510-353-0855 或上网 www.gingerloan.com 查询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再度欢迎 精算子 惠敏博士 惠敏博士 对于买房的卖家 还有 first time home buyer 有什么样的忠告 我觉得现在 六月份到十二月份 一般是买家市场 特别是六月份到九月份 英文推理会相对来说 多很多 然后特别是今天 你看现在价格 房子放得越来越多吧 那买家少 买家是又 又一个轮回 就像我讲了多少遍 又一个轮回准备 明年再开村再买了 那卖家 哎 房子又放出来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 first time home buyer 我觉得不能再等了 基本上 而且特别是加息 已经到尾声了 只能往下降 不能再往上涨了 因为你看 它已经不加息了 只要再几个波动 十年工在回收率 只要哗哗一降 哎 到最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三十年固定利息 比五年七年都低 那那个时候 大概又一帮买家 翁进去的时候 到明年年初 翁进来的时候 那你今年跟他价格 又会差 便宜就捡不到了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什么房子 你怎么知道 这能捡到便宜 你只要想要 不管你多 多么不好意思 你就出个offer 试一下 拿到就拿到 也许没准就捡到便宜 便宜一般 你要是不出 机会是零 出哪怕有个 百分之一的机会呢 就有可能 有的时候 不小心馅饼 就能砸到你头上 然后first time home buyer呢 我就想 你不要想一口气 买到最理想的房子 这又不是结婚 又不是跟房子结婚 对不对 你可以起码找码嘛 买一个房子住个两年 你要是不想 那个换大换好嘛 对不对 然后所以 钱少少的时候 你觉得你收入不高 当配门不多 你觉得 你以前每个月 给公寓交个三五千 一年下来五六万 没了 对不对 你还不如 只要当配够 哪怕中国人 都不用担心当配 父母 自己 都能帮忙 你搞错够那个当配 自己搞定 只要根据那个钱 你收入多少 这个主要是中国人 买房的时候 是肯收入的 只要收入够 你就随便买一个小房子 哪怕小房子 舒舒服服的 先住一下来 等到将来有钱了 再换大换好 那钱多多 那你就更开心了 那钱少少 刚才说的 就是先搞个小房子 起码着码 钱多多怎么办呢 大房子挑挑减减的 机会真的多很多 现在原来 比如去年的时候 六个灭脸一出来 哗 还加价买的 现在六个灭脸 再好的六个灭脸的房子 基本上都能降个 不好意思 降个百分之十 完全有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 你钱多多的人 你真的机会来了 勇敢上场 重在 重在参与 死尽砍价 没准 你真能捡个超大的便宜 就这么简单 然后对于买投资房子来说 我实现 要你真想买投资房 钱多嘛 没地方放 买投资房 买投资房怎么办呢 其实 当然 现在因为 像你看像去年 我的经验表明 像有个房子 突然涨了很多 然后又降下来 这个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个 可以买的地方了 比如说New York 去年是涨了1.6 那现在还平均 才涨了1.2 那这个时候 你1.2 你再去杀一杀 没准杀到1.0左右 又买了一个single family 然后过个两三年 它又涨上去了 所以这种呢 能买得起single family 不要买condo 买不到 买不起single family 买condo 但其实现在 condo的价格超好 好到什么程度 比18年 任何一个地方 湾区single family 都比18年之前高很多 即使现在降了很多 但只有condo 比18年 任何一个地方的condo 都比18年的价格 最少少了10%到20% 所以买condo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惠敏 你觉得湾区人 买房的大忌是什么 从你的经营 永远不要去外州买 这因为当年 咱们吃过太多亏了 所以大忌 你不管在湾区 闭着眼睛买什么 都没事 可是人家去外州买的人 就是觉得湾区太贵 哎呀 湾区贵是贵 但是这就是机油股 和垃圾股的区别 OK 那湾区吧 顶多两三年 就回来了 外州 你知道要 当年多少年 才回来吗 佛罗里达05年 我们去投资啊 真正回来 也就21 20年 快20年了 15年 回来了吗 回来了 现在也就比那时候 高那么一点点 现在看着 再怎么这样 比那样差一点 但是你在15年当中 忍受那种 opportunity cost 损失多少 而且最烦的是 因为你买了外州的房子 你要管吧 你又不舍得卖 这样的话呢 你就心里好难受 好难受 你卖它又不舍得 然后呢 就阻止了你行动 买湾区的房子 是 不然的话 你可以在湾区买啊 哪怕买两栋 买三栋 你在外州一买 买几十个 永远就失去了 投资加州的机会 好 现在我们要很快的 switch到贷款的市场的现状 我有两个问题 要先问惠敏博士 像现在银行挤兑啊 也有银行倒闭的这种 在你的客户里面 尤其是买房子的人 他们有没有因为 钱放到某一些银行 而丧失了他买房子的能力 我一个都没碰到 我居然一个都没碰到 因为你讲的 就是那几个硅谷 那几个大银行 一般湾区的小孩子 聪明的很 他存钱 他首先第一 存在brokerage account brokerage account 逃避 其实银行倒闭 好好的 对啊 他股票在 没事 当然股票虽然腰斩了一点 然后第二呢 他们会存在什么呢 都存在 Wales Fargo Banker 不得了 银行 还有什么C开头的 对啊 他干嘛要去存在那几个银行 所以我到目前为止 没有听到任何一个 我的客户里 就是因为存到 跟我的想象是吻合的 另外一个跟贷款是有关系的 现在这个加州 有好多特别的program 给这个什么 帮你一起付首付了 然后又不要怎么还利息 那种贷款 你没有碰到吧 起码我的客人 没碰到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是first time homebuyer啊 first time homebuyer啊 有些人都来找我咨询 那父母啊 想在那小便宜说 我儿子走走走 结果一讲 父母说不干不干不干 我们有钱 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那个 加州政府帮你付的那种 首先你必须primary residence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不能refinance 你refinance的钱 你就得还回去了 对了 对对对 你说你很限制 而且 或者是equity要对分 对 还有卖掉 你卖掉的时候跟他分钱 对不对 而且现在你肯定会refinance的 百分之百会refinance 原因是什么 因此前段时间利息那么高 人家三亿的这么大的钱 还一下就都被用完了 哎呀 咱们因为这种呢 对什么人特别合适 对印度人特别合适 哎 老印他就特别合适 为什么印度人 从来收入不成问题 他们可没有像咱们中国 中国的孩子 一个家庭就一个孩子 父母都有的是 当配给你给你攒 人家一个一个印度孩子 家里八九个兄弟姐妹 我曾经听过一个搞笑的 我是说到这来上大学 因为他们自己要那个什么 三个学 可能叫sense的孩子 人家就是一个宿舍 就一张床 三个人睡 你睡早中晚 一人睡八小时 哎呦 真能吃苦 所以当配们就给他们抢走了 我觉得绝对是可以用的 还有好多美国当地的人啊 就是美国人本土人 有哪几个人像咱们中国 那么会存钱 是 而且那么爱给孩子钱 所以我们的客户很少碰到 好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2023年5月份的贷款环境 现在贷款环境啊 高高低低 十年工在回收率 这两天又涨了3.65去了 但是呢 前两天涨了3.4去了 贷款利率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只要低 你就抓住 但是做贷款 在买房子 绝不会因为贷款利息的高低 而决定买或不买 OK 好 OK 那 讲点例子 讲 举例是最好的 听众朋友最喜欢听了 我也喜欢讲 我讲 比如说人家说 钓鱼架的房子怎么买 我就看到一个钓鱼架的房子 比如说啊 Polato一个房子 在Polato 9500尺的地 是相当大的地了 而且是平地 对吧 of course 对 而且Polato有比较热闹的地方 对 这个房子1600尺 有三房两玉 也不算小 在Polato也算小黑屋里 不错的啦 地理位置呢 也不错 第一不靠大街 第二不靠火车道 第三又不是路冲 而且是个corner lot corner lot corner lot是有可能的是什么 有可能被分两块哦 因为现在不都是 SB9出来了 对对对 有可能被分两块 所以这个房子 一看那个价格才列多少 2.5 绝对是钓鱼架 这样的鱼怎么办呢 你看到这种钓鱼架的时候 我这个 我们这个客人挺逗的 特别聪明的一个人 你想想 他在Polato拥有房子 哪儿什么 Cupertino啊 Polato啊 这些好地方 他都有房子 本来他想买什么 Sanho C9000尺的房子 他都想跑去一个破房子 他都想去抢 我说你为什么不买Polato 他说太贵了 太贵了 他说我住Polato 我当着Polato 太贵了 我说难道没有机会呢 结果一不小心 看到这个房子 他说 哎呦 这个要价 要掉多少 后来我们一算算 一看看 这房子有一点小小的缺点 小小的缺点 就是 他这个后面 是一个apartment去 对他来说 就稍微有点缺点了 那我们说 再说现在这个市场 又lay off这么多 那人家价价 会价那么狠吗 于是呢 我们说 那我们就试试看 出一个价格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 这个office的漂亮 首先第一 能contingency 这是必须的 第二呢 是deposit 我当天就给你 第三我就把 AVID给你做好 就是 就是agent visual visual inspection disclosure 我把这个东西 做得漂漂亮了 然后又把 他的所有的 disclosure都签 preproof of letter proof of fund 全给人家 让人家先放心 哎呀 放个大心 塞了agent 一看就觉得 我的paper 做得最漂亮 结果这个offer呢 进去 他本来expect了多少 8到10个 结果呢 4个 哎呀 我是倒数第二名 为什么给我呢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价钱是倒数第二 他都公开了 他跟我讲 他说基本上我是倒数第二 但是他后来 我一跟他谈话 我就知道他要给我了 为什么呢 他说出的最高的那个人 只签了一个人签字 一个人签字还没到 到中午12点了 比如说打个比方中午12点了 你没有签完字 那那个人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还有个什么 要等到明天八点钟 人家吃 啊 那个找接口了 呀呀呀呀 所以呢 签了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他就觉得啊 第二个人有 loan contingency 哦呦 这个大的 人家最恨的就是 loan contingency 虽然比我们高了 将近十万 嗯 为什么给我呢 因为咱们 还有个cash offer 很低 但是我这不也是 cash offer吗 没有 contingency呀 所以于是就给我啦 这个 客人就说 哎呦 没想到 怎么一给你搞 就给你搞到了 他说有竿子 没竿子 捞一竿子 结果我们就捞着了 嗯 他想钓鱼 没想到被你们钓去了 对啦 啊 ok ok 好 到今年为止啊 听说您已经做了 七个买家的生意了 啊 已经九个了吧 哦 已经九个了 那你这个得update了 啊 重大消息啊 ok 那这些地点都是 哎 都是好区 各个地方都有 我是 Auto Mellow Park Mountain View Plecent San Francisco And the Newark 嗯 Plecent OK OK 那你说的这个 砍价砍价是指 Existing Home 如果说买新房子 那不能买 我砍了 这个新房子相当于 给我砍了将近五万块 新吗 你敢相信吗 不敢相信 这就是又是聪明的地方了 当时我看到一个房子 这个地方呢 他天天跟人讲啊 就这个广告满天飞 而且还是Losato的好学区哦 高中是Losato 虽然是Mountain View的房子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就看到他们的那个 Sales Office冷冷清清 如果你看到当时那个 那个房子哦 如果是这个房子 比如说 同等价位的 如果是旧房子 居然卖的价钱什么的时候 新房子的价钱居然不贵 然后很不贵 很相当友善了 并且在Losato上 对啊 它是Losato的高中 但是虽然是Mountain View的地点 但是很方便啊 到那个什么Castro Street上 只有几步路啊 可以走路可以过去啊 这么一个地方 那到当趟Losato是不更近的啊 这很近啊 这种地方 然后他那个价格 我就 我看到冷冷清清 来来 回回没人啊 来来 回回没人 我说哎 咱们出个价钱 哎 给 我说还能不能砍价 我知道那个Sales Person 不可能给砍价 然后我就说 哎呀 这个 看看 因为新房子 你要是砍了的话 你对后面人不费嘛 是 然后呢 我们就跟他谈谈 哎呀 这个星期还没卖掉 那个星期没卖掉 所以那于是呢 在那个真正的价钱上 虽然只降了一万块 但是你别忘了 我们拿的免费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 upgrade的东西 差不多五万啊 哦 这不 这难道不是砍价吗 哇 那你的客户很高兴啊 很高兴啊 真的是 因为这是大宝地 那还有一个Mr.钱多多 他也捡到一个漏 啊 那这个 这个太 哎呦 钱多多太捡漏了 一个acre的 老沙特当趟的房子 一个acre 走到老沙特当趟 只有一条 隔两条街 几步路 这么好啊 一万一千尺的房子啊 嗯哼 2004年造的 2004年人家就卖了 12.75个月 是 1270万 2014年 9年前 是 1275万 你知道我 这怎么捡的 来听听看 你看我们怎么捡的啊 这房子捡的 造的像个王宫一样 这个用料 讲究的来 连玻璃窗都是圆的 嗯 原来的Bewder说 现在造价都不止1500万 嗯 市场不仿佛 夫妻来打离婚嘛 要赔前妻一大笔钱怎么办 那那怎么办呢 买价 买价急需钱呢 这是我怎么 去年刚开始 列价 1575万 没卖掉 然后今年1月19号 重新上市 才要价 14.288 说这个时候呢 你盯上他了 对 我们的卖家很聪明 一下看到这个房子以后 说也不要太低 因为人家本来是 12.75买的 你太低了 人家有点 引扫 这个人上道 对 他就出了12.5 出了12.5的时候 我们本来 他本来只能 13.5能拿到就不错了 然后那个卖方的 agent马上回来 跟我说13.65行吗 然后这个时候 你猜我怎么办 我就 我就帮着我的卖家 我就说 我一看 感觉 我说我们出cash 14天close 这个时候呢 我就说 如果你要是13.5 我的卖家 可能要商量半天 家里4比1 三个人不同意 三个人不喜欢 一个人喜欢 其实我也 他们都喜欢 然后如果要是 假设13 人家就马上就可以 我们13抢到了 太好了 今天访问的 金算子 惠敏博士呢 他的联络电话是 510353 0855 510353 0855 微信号是 敏慧金姐 敏慧金姐 还有很多 更多的这个 非常让买家 听了梦里笑的 这些例子呢 下次再见 下次分解 好 听众朋友 非常感谢 惠敏博士 请继续收听 下面的访谈 自身保险理财 顾问Amanda吴 分享银行危机发生后 存钱观念的改变 并讲解如何利用 定存利率 获得更多养老金的福利 全美亚裔总商会 及国际领袖基金会 CEO董继琳女士 分享有关亚裔企业的 重要议题 并讲解其如何在 COVID之后 让亚裔企业再度崛起 5月20 21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朱里周医师 病情看得准 血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30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杂症 手盗病除 朱里周医师诊所 位于Fremont 小台北plaza附近 约约电话 408-218-8451 408-218-8451 408-218-8451 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5月18号礼拜四 美股周四收高 科技股涨幅领先 市场密切关注 美国债务上限的谈判的进展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低过预期 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 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15.14 涨幅为0.34% 报33535.91 纳指上涨188.27 涨幅是1.51% 报12688.84 标普500指数上涨39.28 涨幅是0.94% 报4198.05 零售巨图 Walmart公布了强劲的财报之后 股票走高 该公司第一季度的美股收益和营收 都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并上调全年业绩的指引 周三美股收高 三大股指涨幅超过1% 对可能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希望增加 令股指得到了提振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凯文·麦卡锡周四表示 预计众议院将于下周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 同时拜登也在同日表示 他相信立法者会团结起来 达成合议 避免违约 以上是5月18号 美国经济以及股市的缩影 谢谢您的收听 Max Real帮您早日搬进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快速到位 Yes!Max Real GMCC万通贷款资深贷款经济降码 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的贷款方案 不需要任何收入相关文件 也不需要雇主资讯 只需要40%首付即可 贷款额可达200万 利率也很好 外国人F1签证学生 EAD卡身份都可以 利率也一样好 欢迎致电了解详情 408-858-3198 408-858-3198 或加微信降码2013 投资者请注意 Zone Property Investment Club 汇去了房地产业界的专业人士 为您分析市场 并为高需求地区提供限时优惠 欢迎参加5月20号 从Cupertino出发的 第一个投资考察巴士团 报名650-899-9663 650-899-9663 这股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请勤奉上 233 Park Lane Asiton 1.31英亩奖高奢定制生活 六房八全域三半域 14200平方英尺 要价4990万 1932 Emerson Street Pala Auto 经典情怀融合美丽生活 六房六域 5310平方英尺 占地1万平方英尺 要价1165万 将请请致电德利昂 650-785-5822 650-785-5822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主持人施奇 今天要来谈谈房地产的市场 请到的嘉宾是来自 硅谷德利昂地产公司 负责华人市场营销的 Pamela陶 Pamela你好 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 主持人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Pamela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这里 和大家一起聊一下 最近的硅谷房地产的一些热点话题 嗯 非常期待 Pamela自从这个疫情以来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现象 许多加州本地的居民 以及一些硅谷的科技公司 都在纷纷地往外周搬 这样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了今日 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那今天就请Pamela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为什么加州的居民和企业 都要往外出走呢 确实是这样的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最新的一个报告统计来看呢 从2020年4月到2022年的7月 加州的人口呢 一共减少了超过50万人 这是170年以来 首次出现人口减少的情况 那另外2022年全年呢 这个数据就减少了13.84万人 是非常多的 是的 那另外根据Sanford University Huber研究院的一份报告呢 可以看到 从2021年开始 加州公司和员工离开加州的数量和人数呢 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200% 200% 对两倍多 那到了2022年呢 这个数据还要夸张 是超过了200% 这个报告还指出 从2019年到2022年3年期间呢 加州有一共352家公司 把他们的总部从加州搬到了其他地方 而且这些公司呢不都是小公司哦 还不乏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公司 比如说是在美国排名第九的医药公司 在Kesson和著名的Tesla公司 这些都是把总部从我们加州搬到了德州 还有像Disney也是把他加州的两千个岗位呢 是从LA搬到了佛罗里达的Orlando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公司和个人想要往外周搬呢 我这边认为呢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加州的生活成本太高 那这里有全美最高的油价 超高的餐饮和grocery的一些费用 还有购物要支付将近10%的消费税 没错 还有非常高的profit tax等等 所以即使在这里 推幅的这些Tesla公司里的员工 他们非常有能力赚钱 但是面对这么无休止境的一些成本 消费税恐怕也会觉得是很难负担的 而且这是在白白的给政府的交钱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房价高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目前加州的房屋中位价呢 已经达到了72.8万 远远高出了全美的平均数据 并且呢 我们从房屋可负担数据来看呢 目前加州的供房的成本比例 已经占到一个家庭的33%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每个月拿回来的钱 其中有33% 是要放在你这个供房相关的费用上面 比如说有mortgage 比如说insurance 比如说profit tax 这些都是非常高的33% 那么同样的像我们知道 纽约州它的房屋成本也很高 但是这个供房成本的数据呢 也不过是26% 这当中就有7%的差距 可以让纽约人呢 在除了住房之外 有更多的可支配在 食食和和娱乐消费上面 这个数据呢 并且还都是税前的 我们知道就是加州的税 也是非常高的 不仅有联邦税 还有自己的加州州税 那加州州税最高 可以达到13.3% 这两者加在一块呢 就是让很多加州 年薪百万的家庭 最后到手也不过 就是50万左右的薪水 没错 这样听起来真是非常的心酸 总结来说 加州居民离开加州 最主要的几个原因 就是高房价 高物价 高税收 这三高的标准 让企业和居民 迫不得已要搬离这片土地 关于税收方面 我还听说 在去年年底 LA新颁布的ULA豪宅税 则成了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什么是ULA豪宅税 对 ULA豪宅税呢 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洛杉矶的政府 提出了一条法案 并且是在今年刚刚过去的 4月1号正式实施了 它的内容是 针对LA City 就是洛杉矶市 所有的房屋 它的成交价格超过500万 低于1000万的房子 需要额外交4%的税 价格如果是超过1000万的话 都要交5.5%的淘宅税 太没有道理了 是啊 非常高 那么我们知道加州的房屋呢 一般来说就是每年定期交一下 Property Tax 还有就是对两次的Property Tax 以及可能在买卖房屋成交的时候 需要交个几千块钱的Transfer Tax 仅此而已 就是关于税上面的 但是这次LA出台的这条ULA豪宅税 实施以后呢 就意味着500万的房子 得到比原来多支付20万的税 1000万的房子 所以要多支付55万的税 而且都是由卖房支付的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法案已经出台 LA地区的豪宅们 纷纷就要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 要把自己的房子挂在市场上卖掉 对 就怕要交这个愿望钱 那我自己还看到有新闻说是 LA这些富豪为了卖房子 还直接把自己的后院打开 让买家挑选 可以赠送宾利或者是Lamborghini 你自己去选一台车 对 那不过想想也是 因为如果要卖1600万的一套房子 要交的这个豪宅税 和一台宾利车相比 那宾利车也就是毛宝鱼 卖家宁愿是亏损一台车 也会想要把这个房子给出手吧 太不可思论了 是的 虽然我们这个豪宅税 目前我们说的是 只在LA市进行实施 并且起征点我们觉得 可能是比较高 是500万 可是很难说 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呢 这个法案会覆盖到 整个全加州 很有可能 而且会把这个起征点去降低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纽约呢 它也有自己的豪宅税 它就是一个前车之间 它的豪宅税实施的时间非常长了 并且它的起征点也是很低 就是100万 100万以上的房子 都要交这个豪宅税 所以基本上就是全民都要交税 那这样来看的话 未来整个加州 会不会实施豪宅税呢 我觉得还是具有这个可能的 所以关于这条法案 未来的走向呢 我们也要密切地去关注 难怪大家都要纷纷搬离加州了 那么这些从加州搬离的居民和公司 他们都搬去了哪里呢 根据统计来看呢 从加州搬离的居民去往最多的外州呢 是德州 那过去十年 平均每年就有六万八千 七百名的加州人是前往德州的 每年六万八千多人 为什么是德州呢 相比加州 它的优势在哪里 德州的话 它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它的税收政策非常友好 那像对于企业来说 加州的企业税是8.84% 德州呢 则仅为0.75% 基本上就是零 那这就吸引了很多大公司搬往德州 比如说像Tesla 比如说像Oracle 都是把总部签到了德州 而对于个人来说呢 加州这边最高税率是13.3% 德州则是零 他们是没有个人的周税的 并且呢 房价和生活的成本呢 这个表现都是远远要优移加州的 根据Zilo的数据来看啊 2023年 德州新疆三位后 目前的房屋中位价格是在29.4万 那我们刚刚说的 这加州的数据是70多万 所以这个数据基本上是 加州百分之40的这个水平左右 另外还有博罗里达州和 雷巴达州也是目前加州区民比较亲爱的一州 佛州的话呢 它也是同样没有要交个人的州税 企业的税率呢 是最高为5.5% 也是低于加州的 那边房屋中位价是28.3万 相当的便宜 并且佛州还有更好的阳光和沙滩 也是经营了不仅仅是加州 可能全国各地的人 都往那边去搬的一个因素 那雷巴达州呢 同样也是没有要交个人这个州税的 同时也是没有企业税的 房屋中位价呢 是41.4万 差不多是加州房价的一半左右 并且比较加州来说呢 它的地理位置上呢 也是更近一些 就离加州更近 比如说像Lecton Hall的一部分 或者是Las Vegas 这些地方都是近几年加州居民 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 嗯 是的 跟高性价比的生活成本比起来 对很多的加州居民来说 即使是要涉及到跨州搬家 也是值得的 那这些人从加州搬离去外州 如果把本来在加州的房子卖掉 然后去其他州买一套新房 那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前往一个新的地方 特别是外州 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样去挑选一个靠谱的当地经纪人呢 对 如果想要从加州搬到一个比较陌生的城市 或者是州的话 在那边重新熟悉环境 并且安顿下来 我相信是非常challenging的 所以我个人建议呢 是买家朋友呢 可以通过你在加州比较熟悉的地产经纪人那里 获得一个referral 就是这样联系到外州的经纪人 不过呢 对于这个方式呢 也是有一些坑的 比如说你的经纪人 他可能会有一些好的referral 但是美国这么大 有那么多的外州 我相信这个经纪人不可能熟悉所有的地方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们通常都会采用自己的公司broker 来找到同一家公司在当地的一个branch office的refer 通过这个方式呢 他自己并不熟悉外地的这个经纪人 只是采取一个关系 然后给你referral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把你把关这个referral的质量的 在这方面 我们公司呢 就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们在和各个州的主要的城市 包括像Dallas Austin Miami Las Vegas 还有Seattle 这些比较热门的城市 都拜访过当地的一些经纪人 并且建立了联系 我们不仅仅是去看经纪人 还去走到了当地 了解当地的社区 学校 住房 交通 餐饮等等这些设施 这样呢 就是以便 为我们客人呢 负责任的推荐当地的一切 包括当地经纪人 那目前呢 我们也正在将这个referral的网络扩张 也是希望能够推广到全国的各个州 以及殖民的城市 所以呢 我们也非常欢迎 如果有需求的听众朋友 想要搬家到外州去 在当地也没有熟悉的公司人的话 完全可以通过我们来帮你们免费提供这样的referral的服务 嗯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在外州购买自助房或者是投资物业 但是又担心找不到靠谱的agent 德里昂地产已经提前替您考察好了qualify的人选 欢迎您致电他们进行免费的咨询 650-785-5822 好的 现在到了近工商资讯的时间 我们休息片刻 回来就请Pamela 替我们介绍德里昂近期推出的精彩房源 听众朋友 不要走开 投资者请注意 Zone Property Investment Club 汇聚了房地产业界的专业人士 为您分析市场 并为高需求地区提供限时优惠 欢迎参加5月20号从Cupertino出发的第一个投资考察巴士团 报名650-899-9663 650-899-9663 Rebecca Lim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服务玩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GMCC万通贷款 资深贷款经济降码 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的贷款方案 不需要任何收入相关文件 也不需要雇主资讯 只需要40%首付即可 贷款额可达200万 利率也很好 外国人F1签证学生 EAD卡身份都可以 利率也一样好 欢迎致电了解详情 408-858-3198 408-858-3198 或加微信 降码2013 谢股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 请勤奉上 233 Park Lane Asiton 1.31英亩 奖高奢定制生活 六房八全域 三半域 14200平方英尺 要价4990万 1932 Emerson Street Pala Alto 经典情怀 融合美丽生活 六房六玉 5310平方英尺 占地1万平方英尺 要价1165万 详情请致电 德利昂 650-785-5822 650-785-5822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我们来接着和Pamela 探讨房地产买卖市场 Pamela 最近德利昂地产 还在推广Summer Splash 夏日冲击波促销活动 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 那Summer Splash呢 是我们公司 一年一度的夏日促销活动 因为受到季节性的影响 我们知道通常夏天呢 是孩子们放暑假的季节 那么家长这个时候 都会带孩子 on vacation出去玩 所以在本地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相对就会冷淡一些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推广Summer Splash呢 是想要鼓励那些 有卖房意愿的卖家朋友呢 趁着夏日 把房子交给我们去代理上市 而不要等到秋天 因为通常那个时候呢 市场会竞争更激烈 今年呢 我们的Summer Splash 促销活动的机制是 在5月31号之前 和我们德利昂地产公司签约 卖家朋友们 就会额外获得更多的 市场营销曝光 包括我们会在 它的Auto Weekly和 MMnet杂志上面 以及我们自己公司的newsletter 还有更多免费的 social media的一个 曝光的这个促销 这道活动呢 每年一经推出 就会收到很多 卖家的签约 也是年度保留活动 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非常smart的活动 让卖方和代理公司 双双受益的促销 有意向卖房的朋友 不妨在5月31号之前 和德利昂地产公司联系 为您的房屋带来 最大程度的曝光率 可以通过拨打650-785-5822 来联系到经验丰富的 德利昂地产中文销售人员 好的 那么接下来请Pamela 用数据来讲一讲 最近一个月 湾区房地产市场的 实际情况吧 好的 我们还是从MLS的数据上 来看一下 首先是看一下房价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数据 Santa Clara County 4月份的房屋售价 中位数是1.5M 比3月份1.42M 有略微的上涨 增幅是5.8% 同比去年4月 是有减少6.8% 那Matello County 4月份的房屋售价的 中位数是1.55M 比3月份1.5M 也是有所增长的 涨幅是3.3% 再看一下销售数量的数据 4月份 Santa Clara County 共计销售了831套房屋 比3月份的922套呢 房屋是略有下降 同比去年同期 4月销售的1618套房屋 这个数据呢 是只有50%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么4月一半 4月份的 Santa Clara County 共计出售了304套房屋 比3月份呢 359套呢 减少了55套 去年同期4月 这个数据呢 是621套 可以看出 是差不多 两倍 对 那么再看一下 售价和挂价的 这个比例 4月份 Santa Clara County 这个数据是 104.2% 比3月份102.3%呢 又是有所上升的 这也是自从去年12月底以来 这个数据的第四次上升了 那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目前市场上呢 还是买价要出相对比 划价高一点点的价格 来获取这个房屋的 不过这个数据和去年同期的 4月份比呢 是有一定的差距 因为那个时候是市场 最火爆的时候 这个数据当时是 114.4% 所以现在是有 差不多10%的一个差距 那4月份 Santa Clara County 这个数据是 102.4% 比3月份的数据呢 是差不多的 和去年4月份同期比呢 也是有一定差距 去年4月份同期是12% 最后再来看一下 Inventory的情况 现在科威尔尔康比 4月份 New Listing呢 是上市了1250套 其中Single Family Home呢 是902套 这个数据呢 是比3月份略有上升 多了36套 但是和去年同期比 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去年同期4月份 刚刚说的是 那个时候市场非常火爆 所以这个数据 在去年是上市了2000套 那Santa Clara County 4月份 New Listing呢 是上了562套 是比3月份增长了 百分之23.8 但是和去年4月同期比呢 还是有差距的 差了百分之28左右 那么Tel County的 新上市的 Single Family Home呢 有420套 嗯 谢谢Pamela 为我们带来这么多 详细的市场数据分析 这样看来 如今的房价和Inventory 都比不上去年的同期 那有兴趣的买家 可以考虑入场了 接下来到了我们 新房推荐的环节 德利昂地产 最近有哪些新的 好房源上市呢 请Pamela 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今天我为大家 带来几套 最近公司 新上市的一些房源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 可以登陆到我们 德利昂地产的官方网站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 德利昂 D-E-L-E-O-N 下华线USA 来关注所有的房屋动态 以及详细信息 听众朋友也可以 拨打650-785-5822 来预约我们的销售看房 首先第一套带来的是 位于Pala Auto的 1932 Amazon Street 这套房屋呢 是位于 Old Palo Auto社区 房屋拥有6房6域 房屋面积5310平方英尺 占地是1万平方英尺 要价是1165万 这也是我们近期 主要推荐的一套 白金好宅系列的一个新屋 那房屋它是 前面非常的优雅 简洁 室内呢 是拥有一个温馨 华丽的氛围 房屋内部采用的 高端的材料和精致的工艺 以及豪华的市面 客厅呢 非常宽敞 适合全家娱乐 厨房呢 配备了高端品牌的储具 并且六间卧室 都是配有套房内的浴室 主卧呢 还设有水疗浴室 后院的空间 非常的宽敞 那里设有大片的平台 郁郁聪聪聪的草坪 以及四周高大的树木 这样营造了一个宁静的环境 最为重要的是呢 房屋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距离California Avenue的餐厅 商店 以及Stanford University呢 都只需要几分钟的路程 并且这里是享用 PowerAuto一流的一个学区房 哇哦 不愧是白金的豪宅 那接下来到了Los Autos 对 第二套为大家带来的是 Los Autos的848 Nash Road 这套房屋呢 是五房4.5域 房屋面积3907平方英尺 占地18972平方英尺 调价698万8 也是我们推荐的一套 白金豪宅系列 房屋它打造的精致的 内裤细节 以及豪华的内饰 室内呢 居住空间 设有著名的艺术家的装置 以及配有一流的建材 还有电器 并且有充足的娱乐 和日常生活的空间 房子呢 是设有一个三车位的车库 也是为汽车爱好者们 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去储存你的汽车 户外空间很大 提供足够的休闲空间 那房屋它是位于Los Autos 一条邻近小路镜头 所以相对的比较隐蔽一些 比较宁静 并且呢 房屋地理位置很好 开车大概五分钟 就能够前往Los Autos Village Rancho购物中心 还有280号高速公路 还有这边非常著名的Los Autos High 等一流的学校 那么接下来一套 为大家带来的是 位于Mellow Park的 341号Central Avenue 那这套房屋呢 是有三房2.5玉 房屋面积1760平方英尺 占地7000平方英尺 它是位于Mellow Park的 Vilo社区 调价2.488M 是一套 定价比非常高的房屋 房屋的前院 买了绿植和花朵 配上白色的树梨 营造了非常优雅 美丽的外部环境 室内呢 是铺有抛光硬木地板 花钢棉 还有大理石的室面 厕室呢 是以地理为中心 餐厅是可以向外打开的 可以通向后院 厨房配有Viking和Bosch 等高端品牌电器 房屋还设有一个 带额外储物空间的 独立二车位的车库 室外烧烤区 还有带顶层的门廊 另外房屋机理位置很好 它是位于一条绿树成阴的 街道的尽头 不停就可以到达 哈罗奥特的University Avenue 以及附近 美丽的公园 同时还享有 Mellow Park的学区 接下来一套呢 是位于Mellow Park的 1161 Sherman Avenue 房屋设有 五房三玉 房屋面积2598平方英尺 占地6250平方英尺 交价4.498 million 那这么大的土地呢 价格却非常的好 所以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这套房屋是位于 West Menlo社区 由著名的建筑商 Fapper Homes 在2014年定制的 内部配有豪华的装饰 和现代的设施 最为重要的是呢 房屋地理位置很好 步行就可以到达 附近一楼的餐厅 骑车呢 或者是步行 也可以到达 Mellow Park和Parao Alto市中心 并且靠近美丽的 中间质楼的 通局 1 平方上 1 2 2 4 1 6